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个专题就是最难追的星座女孩 最难追的星座是什么星座 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聊 来 欢迎两位特别来宾 我们首先欢迎的是 这个星座专家米萨老师 哈啰 大家好 我是你的专心师米萨小姐 米萨小姐 嗨 您好 来 最难追的星座女孩 就是天蝎座的代表宋宇宙 大家好 我是宇宙 追天蝎座其实是有很多美感的 来 追天蝎座 但其实天蝎座的桃花都很旺 对不对 因为天蝎有一个神秘的吸引人的气质 那你觉得追天蝎座的女生 有很多需要很多细心跟细腻的地方 那你也遇过很多来追求你的男生 诚意有余 但是觉得很瞎是不是 像一般情人节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会 一些养牧者或是追求者会送花 对 那我 送花很好啊 送花 OK 对 然后比如说有什么大树的玫瑰 白玫瑰 红玫瑰 或者是一些永生花之类的 就是那个 永生花 永生花会不会怪怪的 更怪的在后面 什么 花盆 我有送过 我有收过花盆 就是 他直接搬了一个 就是有石座的 石头的花盆 石头花盆 对 然后里面插满了各种花 然后我就说 我觉得还可以放蛮久的 然后不会死这样 对 我觉得上面只插 没有插一个牌子 就比如说写一些四个字的字 你知道吗 对 然后我就说 你怎么会想要送我花盆 然后他就说 我就想说请老板 我就说三千块 老板你帮我包一包 我要漂亮的花 我要追女生用的 他就说我要追女生用的 就是有这么直的直男 真的 说还有什么碰到送干面的 天哪 你是去哪里吸引到这些 这些奇怪的男生 对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吃素 对 然后他们可能觉得送礼不太容易吧 然后有一次就请我去吃那个素食餐厅 然后刚好那一间连锁的素食餐厅 有在做那个素食的干面 然后吃完之后结账 结账之后他就看 有那个素食的干面 你要不要带一些回去给家里的人吃啊 然后我就 好啊 你觉得好就好 然后他就说 那买两包 然后那个两包是这样 只好的 不是不是 两大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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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让我带回去 可是因为他不知道我下一个地点是要去钱柜唱歌 然后 对 你就拎两大袋干面去钱柜 对 然后我朋友就说 你刚刚去哪里啊 你为什么拿着两大袋干面 对 可是你不觉得这男生还蛮好 他除了管你的肚子 他还把你全家的肚子他都想进去了 会是一个孝顺孝顺父母的人 会是一个孝顺家庭的人 就是有时候直男都会用那种直求对决 对 然后像我们天蝎座就会觉得说 哭笑不得 对 那你有收过什么样的礼物是你觉得 说 有射中 其实我们天蝎座不好意思拒收人家礼物 对 就是有的会送很贵重 但是其实我们也会送人家很贵重的礼物 但是如果别人说太贵重了 你就不要不要 我们会伤心 所以我们也同理心 如果收到很贵重的礼物 我们就还是会收下这样 你收过什么很贵重的 就是有牌子的 对 就是 有牌子的包包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 对 因为我就是如果说退聚收的话 不是天蝎座的风格 你看很会拐弯抹角的 就说我收贵重的 对不对 会太诚实吗 原来天蝎座要这样 但是贵重的会引起你的注意 对不对 会先引起注意 对 但是我觉得贵重的礼物 还是有分顺序 如果一开始就那种砸超级大钱 我们还是会吓到的 对 那从花盆到干面 到日本的伴手 到名牌的包包 你的笑容跟感谢会都是一样吗 还是会看出有差别干面 然后到名牌包包 谢谢 我觉得这就是天蝎座厉害的地方 怎么样 会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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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会都一样 全部都是浅浅的 对 就是 谢谢 谢谢名牌包包 也是 好好煮面 谢谢 没错 对 而且我还提着那两袋干面去钱贵 对 大家还说 谁 怎么你肚子刚刚很饿吗 为什么提两袋 对 那你怎么回答你的姐妹涛 你要拿去 是喔 那那个干面奶一定听得很伤心 来 我们这边问一下米萨老师 讲到男追 十二星座里面 天蝎女真的不好追吗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追她们要很勇敢 因为她们看起来本来就比较高冷 有点像是那种高原之花 所以要追得起 其实自己要对自己很有自信 天山雪莲就对了 对 你看宇宙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吧 是 她的微笑就说 有距离而不失礼貌 没错 的意思对不对 对 那再来就是说天蝎女她们 因为观察很敏锐 所以她们是小细节控 你每个小细节都要合她的口味 她才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是追得起我的 有那种感觉 所以像 其实像干面这种案例 我就觉得她马上就会被淘汰 这肯定的 对啊 她注重的是细节 细节控 对 但是我觉得天蝎女是 如果你一旦追到 她会愿意维持感情很长远 所以我觉得她们虽然是 虽然难追 但是CP值还蛮高的啦 是吗 宇宙 谢谢 谢谢你 在最后帮我补了一把 对 帮你扔回来 CP值蛮高 就是一旦她认同 跟她付出的时候 她也是非常认真的 这种长期感情会还蛮适合的 是 对啊 因为天蝎座是固定的 所以说天蝎座 如果你要跟她分手 她会跟你拼死拼活死缠烂打 也没错哦 对不对 分手好好分 对不对 但是你说一开始送礼 我们很难观察 好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到宇宙 对不对 这女生 我们现在各不同星座嘛 我们想追求她 那我们来发挥自己的想法 我们想送她什么礼物 如果男生想要以工具男的 这个形象出现在她身边的话 绝对会被打枪 因为她觉得她自己 是完全个性主力 不一定需要工具男在身边出现 而且如果对方的个性很强的话 绝对不会示弱 宇宙对不对 这女生 我们现在各不同星座嘛 我们想追求她 那我们来发挥自己的想法 我们想送她什么礼物 你是水平 你看到宇宙这样的女生 你会想送她什么 务实一点的 直接送她钻石手表的 好务实喔 你是送钻石手表 是喔 你要么就一次 一次砸婚她是不是 砸到她 你追她半年 然后你每一次花个多少钱 那这样你半年下来 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 你就干脆一次就把她打婚了 我比较快 这是老江湖 真的是 灭尼老师这有 有 会吓到 会吓到 不会啦一次她马上就 真的 你这张网好 就说一次送给你 然后还就不打电话给你了 对啊 对不对 你这样观察她 你觉得 你要送什么 我觉得送电影票 那个 母娘做送电影票 你是要送剧情片 还是恐怖片 就是 不是 没有我会去问 我会征询她的意见 她想看恐怖片 就看恐怖片 想要看那个 欢乐的就看欢乐片 要看爱情片 就看爱情片 宇宙宇宙我们去看电影吧 你想看哪一部片 你想看哪部电影 请你看电影 你选啊 我会尊重对方 那就看沙丘吧 就看有得奖的就是 对对对对 对比方说自己也是有品味的这样 老师你什么星座 狮子 狮子 狮子男 看他这样子 你觉得会送什么 我觉得 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送他豪华邮轮行 因为第一次出去玩 我就知道你跟我合不合 然后在豪华邮轮上面 我们什么都有时间慢慢聊 这狮子男也太恐怖 豪华邮轮行 豪华邮轮行你敢接受吗 等一下 这些老师讲的都是第一次吗 对 都第一次 豪华邮轮行 连我都不敢接受 不是 我觉得就 你想干什么 不是 你就一次就知道 这个人的品味想法 而且女伴不是 要好的女伴 才是好的未来的另一伴吗 一开始就豪华邮轮行 对啊 对 那戴什么比基尼 还是要保守行 还是要开放行 你们说我们年轻人数十恋爱 我觉得你们好快 豪华邮轮太吓人了吧 独立哥送什么 这种 他不会送我东西 他不会送我东西 送你去捷运站门口就不送了 送你回家 送你回家 来 我们这边问艾菲老师 你觉得哪些星座的女生 除了天蝎座之外 真的不好追 她的高拐到底是在哪里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太阳星座 上升星座 还有金星星座 真的不好追的这个女生星座 给大家来做参考 那么尤其是现在是单身的男生 如果说你要追求这个女生的话 先把她问一下她的星盘 看看她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的女生 如果不好追的话 那代表说你要加紧你的这个态度 要热情一点 要积极一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上寶的太阳上升金星 如果是落在牡羊座的话 可能是个性不好追 我们的这个宇宙的太阳星座是天蝎 上升星座就是牡羊 那么金星星座也是天蝎 那么其中牡羊座的这个上升星座 那么其实宇宙是不好追的星座女生 什么原因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个性比较独立 是欲强则强 那么我觉得宇宙呢 虽然是给人家感觉是甜美的 或者是温柔的是浪漫的长头发 但是个性上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像男生的特质 他是比较独立的 比如说这个男生如果说想要呵护他 他会告诉他 他会告诉这个男生说 其实我不是这么柔弱 我个性上反而更为独立 比如说他想要作为 如果男生想以工具男的这个形象出现在他身边的话 绝对会被打枪 因为这个牡羊座 他觉得他自己是完全个性独立 不一定需要工具男在身边出现 而且如果对方的个性很强的话 牡羊座绝对不会示弱 工具男都不要 那他要什么 他要这个男生的也许是才华 也许是这个男生的未来的发展性 或者是他要这个男生给他他自己没有的东西 不是说比如说一些名声名气 或者是更大的潜力 这样子喔 对 因为梅杨座他觉得我自己都可以办得到 比如说你说我今天下雨天我来接送你上下班 我们要做说不需要我自己可以搭公车 或是我自己可以坐捷运 或是我自己就开车 对 是这样子 这个我有个例子 就我有一任男朋友 他只是帮我扭开瓶盖 然后我就不爽 帮你扭开瓶盖 对 就喝饮料 然后他 我说我口渴我要喝个东西 他就便利商店帮我买个茶 然后回到车上他就帮我把瓶盖扭开 然后我就生气了 气什么 就 就 你觉得我不会开吗 对不起 他就是多余 没关系 谢谢你让我们知道 天蝎的点是什么 就还有那个豆浆 有没有 我吃素 我喝豆浆 然后那个豆浆 他也帮我先把那个 然后打开了 对 我说 打开就要插好 就是那个对嘴喝的 打开 然后一打开我就说 你干嘛 我说我帮你开啊 我说 你有没有洗手啊 他算是多余的动作 多余的动作 真的 那剥虾子给你吃呢 吃素 对 有吃素 剥虾子给他吃 他说他吃素 吃素 真的 好难搞喔 真是的 真的喔 好 来看一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上升还有金星 如果是落在摩羯座的话 个性也是属于不好追的女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像是冰山的美人 难以亲近 这个摩羯座的感觉 并不是说他长得是非常的高冷 而是说他的态度 让你觉得说他会有一些距离感 也许是他的一个眼神 或者他的一个肢体动作 让你觉得说 你只能够站在他的这个裙角之下 臣服于他 用这样子的方式 匍匐前进才能够追到摩羯座 所以呢 摩羯座的个性呢 会让人家觉得说 比较有点距离感 或者是比较不苟言笑 并不是说你随便讲一个冷笑话 或者是一个滑稽的动作 或者是想借以后变魔术 就能够讨摩羯座的欢心 摩羯座座会觉得说 你这样的动作有点小丑 或者是有点多余 或者说有点无聊这样子 对 摩羯女会永远给你一个礼貌的微笑 但是她对你的微笑 你会感觉说她是女王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你跟她的距离是差得非常远的 没错 所以摩羯座给你的感觉就是 比较难追的女生 来看第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金星 是男朋友喔 手也超漂亮 很像弹钢琴的 对 结果呢 然后就反差很大 就是 其实属于旅行组 攜带方便值 还是在一起了半年 是因为别的原因分开的 上来这一套 真的吗 什么别 你讲一万个别的原因 我们都不相信 来看第一名的朋友太阳上升 金星喔 如果是落在天蝎座的话 我们的 宇宙 是 有上榜喔 来看一下这个宇宙的是 这个天蝎座什么原因 是姿态比较高傲 而且个性带刺 其实我觉得 就十二星座朋友来讲 如果说你收到一个男生 主动的帮你扭开瓶杆 或者是主动的把一个吸管插上去 给你喝 我相信其他星座都会欣然接受 并且呢 谢谢对方 但是呢 可能天蝎座会觉得说 马上就怀疑你说 你是不是有脱下东西 或者说你是不是手不干净 或者说你刚刚上厕所有没有洗手 他反而会用一种个性带刺的方式去 刺对方去表达出他对这个行为的不满意 或者是说他觉得说你这样做是多余的 或者说你这样做完全是没有办法去亲近自己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母羊座 摩羯座 还有天蝎座的女孩 都是比较不容易追的 所以呢男生如果你正在追这些女生的话 要加油了 真的耶 这星座不一样 如果别的星座 人家插好饮料给我们喝一颗 谢谢 好甜喔 好香 我们怎么这么不值钱 对不对 人家是高贵 来 我问米萨老师 那你 老师 那你心目中最难追的女生星座排行 在我心中最难追的星座女生排行呢 参考太阳跟金星星座 首先第三名的话 我觉得是射手座 理由是什么 万万追不得 射手座女生不能用追的啊 你一追她就跑 射手座她永远喜欢她还没有得到的 或说她还无法掌握的人事物 所以她不能用追的要用吸引的嘛 追跟吸引不一样 不一样 要让她有一点好奇 有点觉得说我还没有摆平你 你还是一个我要攻克的山头 她才会对你有兴趣 那要怎么样的方式可以吸引她 我觉得 她要六块鸡吗 还是要什么 她要你一个 非常有态度的一个人生哲学 她可能觉得你好酷喔 你这个人很有个性 她就会被你黏住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厨余 要追求她的一个状态的话 她会觉得 你这个人其实一下都被我看光了 也没什么意思 要用吸引的 你不要这样 没事 累不累啊 我先你下班 对 这种她不要 对 没错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太阳金星 是什么星座 我觉得她也很难追 就是天蝎座吧 对 天蝎座就是公认难追 什么原因 有感情洁癖 天蝎座的人 他们心里有很多的拐弯抹角 他自己过不去 而且他们对于人性 其实就是观察又很敏锐 所以如果这男生 以前跟谁暧昧过没有处理好 或说她追过我姐妹 这些在天蝎座心中都是黑名单 完全就是删掉 哇塞 那也没有这么多 这候选的越来越少怎么办 天蝎自己急不急 其实台湾的交友圈我觉得好小 我就有遇过像这样子的情况 真的吗 对 就是我喜欢的男生 我已经跟他交往一段时间了 结果我才发现 他跟我姐妹有 曾经一起去过 黑漆漆的地方 身家不清白 对 然后后来是那个男生 他拒绝了那个女生 就是拒绝了我姐妹 这个你就不行 就 那错也不在男生啊 心里也会有疙瘩 他是有感情解皮 没错 我觉得最难追的星座女排名 第一名 狮子座 狮子女 什么原因呢 眼睛长头顶 我觉得狮子女生 她们喜欢的对象就是两个条件 C二取一啊 就是二选一 最好都有 一个就是要很有才华 一个要长得帅 那最好是两个都有 才华跟长得帅 老师 真的吗 是啊 因为他自己觉得我自己很优秀 所以要这样的人才配得起我 而且戴出去不能丢脸 对 你现在这么不好意思的态度是 你老公是两个条件都有 我这是以前有折磨过别人 不好意思 还是你把照片亮出来 你会不好意思说两个都没有 就是说年纪到的时候 两个我都不用 有就好了 对 有就好了 不可以 谢谢光临的 很难追的 我们这边问宇宙 你觉得天蝎女生随着年龄增长 对另外一半会重视的地方也不一样 天蝎座其实是十足十的外貌协会 对 然后也比较希望两个人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能够顺畅一点 可以 连结要契合 对 对 然后就是 那有标准吗 就 要试过才知道 因为不好说 对就是 可以量化吗 要先试试看这样子 对 那时候 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会这样子 对 然后后来 有被打枪的案例吗 一定有的 打枪是什么原因 就 不符合其 或者是说 落差太大 落差太大 对 就是 就是 就有些男生手长得蛮好看的 其实我也会看手 我觉得我欣赏手长的漂亮的男生 然后我自己的印象中有一个 是男朋友 然后是男朋友 然后身高大概180 我觉得他 我现在讲这一段 他一定会恨我 这个 他一定会想殺了我 然后手也漂亮 手也超漂亮 很像弹钢琴的 对 然后后来 就可以连结到 他的 他的 反差太大了 他的零件应该不错 对 我女朋友也想会这样子看 对 你就会这样看 看来就是手 对 身高180 然后手不错 零件 结果呢 然后就反差很大 就是 这是属于旅行组 攜带方便级的 大概是旅充吧 就是旅 对 就是 然后后来 还是在一起了半年 是因为别的原因分开的 少来这一套 真的 你讲一万个别的原因 我们都不相信 你是真的 是真的 前一诗里面就是说 我会陪他 我会陪他 其实天蟹座会陪 天蟹座真的是一个CP值很高的伴侣 我必须要这样子帮天蟹座 抱不平一下 因为那个时候我还陪他一起去 那时候我们一起去日本旅游 然后还一起陪他寻找一些 一些辅助道具 日本的辅助道具 就秋叶园 大家应该常去日本都会知道 秋叶园有一栋楼 专门就是在卖情趣用品的 找一些就是不同的姐夫来 来帮忙 不同的解决之道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 遇到了一些障碍 那我觉得 我们可以一起共同面对 我不想听男生的障碍 不想听 所以随着年龄增感 会比较重视心灵的交流 有一任男朋友不是特别帅 也不是花招很多 是 所以一开始只是普通的朋友 但是你不舒服的时候 他会送药 送红豆汤 或者陪你聊天 就慢慢地从朋友变情人 朴实的陪伴 对 是蛮重要的 那你一开始 为什么拒绝人家 因为他的长相真的 真的 因为他的长相真的很像一种 一种动物 就很像大猩猩 对 大猩猩也还好吧 然后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帅 然后他有在练健美 很多女生都求之不得 可是我就不喜欢太壮的 然后又全身黑漆骂屋的 像健身教练常冲浪这样子 对 就会冲浪的猩猩 对 对 像我自己本身大概16岁就出来 半工半毒了 所以我的确是蛮独立的 刚刚老师说的都没有错 对 然后我也不喜欢去一直麻烦别人 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跟妹妹 所以我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搭理 对 然后到了一个年纪之后 尤其是刚好他的 那时候那段感情的进入是刚好 我爸爸过世 对 然后顿时间就会觉得说 哇 真的是 就你的坚强也用不上 还是有自己 需要被关怀的一面 对 就是亲人过世的时候一定会哭 一定会觉得有一块需要依靠 可是我从小就是没有这个东西 对 这时候他就给你一个很厚实的肩膀 对 然后包容我 那个时候其实情绪也不太好 那再加上我刚签给新的经纪公司 然后工作突然就来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整个压力非常大 我觉得其实在女强人的背后 也是会需要一个倾听的对象 我觉得这个也蛮妙的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在外面工作 都会倾听别人 可是我们回到家关起来的时候 如果有一个对象可以被倾诉 其实我觉得是很棒的 真的很啰嗦 这天蝎女 但还有另外一个 也很啰嗦的 听说水瓶女也很难追 我们现场 当他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发觉说 我在我爱情里面 我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一个理性 然后碰到事情里 是要有能力处理的男人 他因为他本身独立 所以他在挑男人呢 通常他也会挑那种 跟他一样比较有想法的人 所以这些很容易挑到 跟他能够 比如说共同创业的 或者是能够共同有 未来性的男人 听说水瓶女也很难追 我们现场 师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真的觉得天下男生 都没有你喜欢的 所以你才预备要戴法修饰 准备出家吗 其实我超容易追 根本不用追 是喔 我真的不用追 那是怎么样 只要我喜欢都不用追 这 对嘛 水瓶 其实水瓶女我知道 水瓶女 你也不用追她 对 因为你追不到 除非真的她喜欢你 我如果喜欢你的时候 根本不用追 但是男人也不敢追我 因为男人看到我会有距离感 他怕我动不动就念经 男人做坏事 怕我动不动就念经 是喔 那你有曾经碰过 他没追你 但你喜欢他的 条件 年轻的时候有 什么条件 也是喜欢帅哥吧 水瓶 当然 我们有帅的 为什么要不帅的呢 那吃实话啦 帅的跟不帅的 都同样都会劈腿嘛 那当然我们一定要挑 长相好看一点的 是 ok 那结果呢 结果呢 那结果是 你喜欢她 但她不喜欢你 我都喜欢 互相喜欢 我是因为 我们到了结婚的年龄 因为我不想生小孩 所以我们就不能站着人家 我是因为这样分手的 但我并没有 这好像是水瓶的理由 水瓶会一些那个好像 因为我们不想结婚 人家独指你 为什么要站着人家呢 对不对 喔 来 老师 哪些姓名笔画的女人 会用头脑谈恋爱 好 我们来看 这什么意思 哪一些姓名笔画的 很多女人是 无法面对感情的时候 是无法自己去控制自己 无力控制自己的 但是以下对到的这些 是比较用头脑谈恋爱的 我们来看 就是说第一种 这不管你哪一个格局 对到都算 有23话 26话 34话 43话 45话 这些人在爱情当中 比较理性 这些人在爱情当中 比较理性 你知道有一些女人 只要你送个红豆汤 然后送个什么酥汤 她就好了 帮她撑个散她就好 但是这些她不一样 她本身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但有自己的想法的人 她会希望说 追我的人 你也要独立性 你知道很多男人 是很黏人的 你知道女生 现在女生特别独立 不喜欢男人 太黏人 或者是你太不信任她 现在女生都会碰到 不信任你的男生 对不对 所以你们现在反而不喜欢 那种接啊送啊 吃饱了没啊 不喜欢 虚寒问暖的 现在女生比较独立 而且现在女生 通常都有自己的工作 而且现在女生 在自己的工作职场上 都想要有一点成绩 所以她喜欢说 这个男孩子 最好是自己也 能够独立一点 然后对我彼此 要有一点信任 而且还要有风度 而且我们还要有未来观 而且还要有这些 未来的这个价值观 像这种的话 她本身在事业上 自己都会比较冲 比较努力 所以她也希望说 这个男孩子对事业 对她的未来憧憬 是有理想抱负的那种 现在很多男生 你问她说 你未来想做什么 她说随便 那你要不要买房子 随便 你未来想做什么工作 随便 她都没什么想法 那这些女生 她本身就很有想法 所以她比较不会去挑那种 完全没有想法 没有未来的人 所以她在爱情上 比较不容易挑错对象 但是我们不管任何笔画 在年轻的时候 都一定会有冲动的个性 但是当她到了一个年纪 其实现在女生 差不多到了28岁 她就谈过几段恋爱了 她就开始会成熟 当她成熟的时候 她就会发觉说 我在我爱情里面 我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一个理性 然后碰到事情 你是要有能力处理的男人 她因为她本身独立 所以她在挑男人 通常她也会挑那种 跟她一样比较有想法的人 所以这些很容易挑到 跟她能够 比如说共同创业的 或者是能够共同有未来性的男人 那另外这种人会更务实 她比较不容易被一些 什么花 花盆 给冲昏头的 所以这个就看地格 地格有15话 21话 24话 25话 27话的人 或其他的数字有对到 她也多少都有这些 像这些的话 她在人生上面 就会比较务实 宇宙你就有对到 你在年轻的时候 谈恋爱或许还会冲动 但是你如果慢慢慢慢 谈过几次之后 你会面对比较务实的 生活人生 就是说你对你 你对你未来 你有没有存款概念 你有没有对未来 你人生 有没有一个规划概念 它这个比较重 上面这个比较重 两个人的相处的 未来的一个商业模式 这个会比较重 未来人生的规划 你对你的人生 没有一个规划 对我们未来 没有一个规划 我跟你干嘛 但是像很多女生 所以渐渐的 有可能干面男 会败部复活 这个它就会比较 它不容易被那些 什么花 草 或者红豆汤 它会比较务实 它会看看这个人家里 它的环境好不好 现在女生很聪明 它会看这个家庭 有没有负债 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 父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家里有 父母还不错 不会惹麻烦的 然后又有房产的 然后他工作又稳定的 然后又有储蓄的 然后他对未来 又有概念的 他就会比较挑那种 所以通常这些数字的人 在年轻的时候 或许还是会被冲昏头 但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两种 这两组人 挑的男人都不会太差 而且会嫁得还不错 尤其是下面这一组 因为这个都比较务实 他本身喜欢生活安定的 是 他不是一开始就只挑 长得帅 不是 或者是说 你跟他盖得天花乱坠 他不是 因为下面这一组人 他本身就比较没有安全感 所以他有赚钱的时候 他自己本身就比较会去存款 然后比较会去买房子 所以相对 他本身有这种概念的人 他挑的男人 他也希望是挑这种安定一点 比如说朵琳 我看你二十年后 你会有退休金的 或是你在台积电 你当个工程师 那这种都是很安定的 或是你是个医师 或是你个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 他会挑这种的来做 他的另外一个伴侣 那这样子 其实这一组的人 最后大部分都会嫁得不错 所以这两组的人都会 不要用头脑谈恋爱 但是我们这边讲 最难追的天蝎女 宇宙你今天给我们一个解密 你自己是天蝎女 说你觉得 天蝎座对一个男生 有没有兴趣 其实你从笑容 从他表面 你看不出来 因为他不动 有距离 但是他如果开始 会偷偷追踪你的社交平台 叮叮看一下你的现实中 叮叮看一下你在干吗 就表示说他中了 是不是 因为天蝎座的观察力 其实不错 对 然后他基本上是要对 有兴趣的事物 他才会去追踪 不然其实如果是这样子 我本来其实有跟一个男生曖昧 然后后来这个男生想要追踪 结果后来我发现了一些小问题之后 我没有退他追踪 从社交平台上看到小问题 从跟他出来大概两次约会之后 看到一些小问题 看到什么 第一次是他请你吃什么 还是看电影 他请我出来吃饭 第一次第二次就很直接 像我觉得有兴趣的话的对象 我就会聊到一些价值观 聊到一些从小的生活那些 对 所以你们吃素 吃素的时候吃萝卜糕的时候 你价值观是什么 可以接受萝卜吗 之类的 不是 可以接受吃素的 因为我互相尊重 对 然后第二次就发现 他是一个 可能只会讲讲的男生 因为他一开始原本约我出来逛街 是他主动约我出来的 然后他的言下之意 是他要买东西给我 对 可是很奇怪 换我约他出来 那时候他约我出来买东西 我没有答应 然后换我约他出来 是同一个地方 我们要去IKEA 大卖场 然后换我约他出来的时候 他的表现就是 我没有要买单 你自己买单 我会觉得很奇怪 我不是说他没有 帮我买单是有问题 而是他先开了这个口 然后再做不一样的事情 我不喜欢那种 前后不一的感觉 他约你说去买东西 是要帮你买 对 刚好你们家缺什么 对 我知道IKEA有 而且最妙的是 我只买了两三只小布偶 就是IKEA 会有那个小猪布偶 小布偶 我没有买家具 就是天蠍座其实会拍谁 人家说要帮你买 你这些小布偶 是放在心里面的小考题吧 对啊 你长最想好的吧 女生一定要有一点小考题 对啊 真的是小考题 对啊 结果她没过关 对啊 那布偶好像一只才六十几块吧 对啊 她可能土象星座 不想养成你的坏习惯 她想要帮我买大笔的 她这个不屑付这样 真的人家土象星座 要我给你买房子 谁要给你买布偶 就是那货你自己付就好了这样子 对啊 对 然后后来她的社交平台 本来她的限动一天大概发十几折吧 然后我每一折都会 她有发社交平台了 看一下 她有发社交平台了看一下 然后后来我就现在 她有发社交平台了 跳过 跳过 社交平台限动可以跳过的 真的喔 你没有好奇心想看一看 还是天蠍女就是没兴趣就是 无感了 就真的无感 真的无感 弥撒老师 是 天蠍女 哪些行为看得出来 对你有意思 可以继续追求 她们算是一个 诚意可以打动天的行作 毕竟是固定行作 所以如果你一直对她好 送红豆汤 嘘寒问暖 其实你诚恳地有在行动 那不是说一直讲一些 花言巧语什么的 她其实看得见 有一点那种 西棚下站久了总是你的 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对她很清楚 天蠍女 哪些行为看得出来 对你有意思 可以继续追求 我觉得刚刚宇宙有讲到一个 就是如果她喜欢你 有进一步的兴趣 会跟你聊她小时候 一些重要的回忆 对 天蠍聊小时候 重要的回忆 因为天蠍做的记忆力很好 相信 对 所以她要去聊这些 对她很重要的人生的转折 代表她很相信你 她想要跟你分享 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人 对 所以这就是说 她最初步 对你有好感的一个表示 是啊 那再来呢 就是如果天蠍做的 开始考虑要不要在一起了 她可能会有一些控制欲 这控制欲是什么呢 她觉得她是为你好啊 就是说 那个朋友有点爱玩 爱负债 是不是这个朋友 我们就可以跟她远了一点 她觉得她为你好 但是对有些人来说 你的那个界限有点越过 她开始默默地想要插手你的生活了 有点掌控欲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她对你有兴趣 可能她会开始为你准备一些礼物 礼物大小不重要 但是重点是 她有想要让她自己的一些标记 出现在你身上 这也是一种独占欲的展现 只是她还没有立场 所以她用这种送礼物的方式来表现 什么东西啊 送一个香水 或者什么 维他命C发暴定之类的 维他命C发暴定 用多有送 这也算是一种关系 对啊 我希望你更好 对 希望你更健康 希望你喝的时候会想到我 是喔 对 就是会从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很精致的这些细节 比如说像她可能刚 像有一个朋友她刚开完刀 如果我对她的好感 我就说 你烟不要再抽了啊 不要抽烟了 小扣子 伤口愈合 抽烟不好 那如果我对她一点兴趣没有 我就 抽啊 没关系 你抽吧 谁都会一起讲 护士小姐也都会讲 就是有的朋友 你不会想去阻止她抽烟 那如果说你对她有意思 你觉得就不要 因为你知道你会被讨厌 对啊 来 那天蝎女还有哪些行为 看得出来对你完全没有意思 干脆直接放弃 啊 老师 我觉得如果天蝎女 对你完全没有意思的时候 她会鼓励你说 那女生也不错啊 你要不要跟她约出去看看 帮你介绍啊 把你轻轻地推出去 是喔 这是一个 刚才宇宙有聊到 就是啊 因为如果天蝎座她 对这个人有关注的话 她一定会很follow她的行程 想要知道她在做什么 但是呢 她真的就是 没有在关注你的动态了耶 现实动态都不用看 讯息会忘记回 不是故意的 但是真的就是忘了 因为已经不再重要了 对啊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标准 还有总是很忙 约不出来 这个也是 因为 对于天蝎座来说 她的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所以她会选择 跟她分享生命的人 都会是非常重要的角色 对 但是如果你不重要的话 那恐怕她就没有办法跟你 度过她人生的 哪怕是一秒钟 她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电话可能也 也不是很喜欢接 对 来 那米萨老师 你有攻略天蝎女的三大招 如果今天你想追求一个天蝎女 是 这三招参考看看 参考看看 这三招呢 有没有中 等一下举手 好 我觉得就是三成攻略 三成法则 首先第一招就是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因为天蝎座呢 超级讨厌人家说谎 因为他们很容易发觉说 这事情不对劲 你有事情要隐瞒我 而且更讨厌的就是说 你说的这个谎还很白痴 我一看就知道你在骗我 你还敢讲 所以就是马上拉黑 所以我觉得对天蝎座来说 白色谎言也不行 你不要说什么为他好 跟你讲白色谎言 他要跟你讲实话 那我们一起来承担 或是想办法解决 保持诚实啦 我觉得是一个 追他们最重要的品质 是 OK 诚实 天蝎 交朋友也是 交朋友也是 因为你如果不诚实的话 他会很紧张兮兮 他开始每天从这边刺带 那边刺带 就搞得都很不自在这样 不要挑战天蝎座的侦查能力 来 第二招 诚恳行动 少讲废话 天蝎座它们算是一个 诚意可以打动天的星座 毕竟是固定星座 所以如果你一直对它好 送红豆汤 嘘寒问暖 其实你诚恳地有在行动 那不是说一直讲一些 花言巧语什么 他其实看得见 有一点那种 戏棚下站久了 总是你的这个意思 但是你要对它很诚恳 那比如说你对它 讲一些好听话 帮你买家具 最后两只布偶 你都不肯买单 那这样就不行 要诚恳 诚实 诚恳 没错 不要有嘴滑舌的 不能有嘴滑舌 今天很漂亮 很多人追 还好今天我先到 我挂号第一位 好讨厌 真的会有这种 受不了 来 第三招 好 那第三招 就是诚意追求不要套路 三成功略 要诚意 追求不要套路 套路有什么 天蝎座很讨厌 人家对它行使套路 你追我就追我 你可以表达你在追我 我来判断 我们合不合适要不要 但是你不要对我 比如说欲行故纵 或者说一些把妹技巧 什么壁咚什么的 因为天蝎座看得出来 你在干嘛 他竟然看得出来你在干嘛 他就觉得很恶心 就是那些招数 对 天蝎座来讲 等级都太低了 太有了 其实天蝎座防卫心 还是很重的 然后观察力又特别强 所以三个成字 诚恳的成 诚实的成 诚意的成 对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总是 其实我们觉得 最难为情的是 我们会想要戳破对方 我看得出来 但是我到底要不要戳破你 是 到底是我想得对 还是你讲得对呢 我就会 对了 我发现 其实天蝎座 他的职员 天生他是看得到鬼的 他是会抓鬼的 看得到 就是你不要装神弄鬼 小动作 你没有小动作 他反而看到的是真 但如果你有小动作 他就 后面有鬼 对 就是他反而他就 不舒服了 而且赌云哥我吃素 我看得特别清楚 真的 第六感特别强 真的 来 苏文老师 哪些面向的女人 漂亮 但是特别难追 好 其实我必须要说 漂亮的女生 绝对都不好追 因为她已经有一个标准 在那里了 对不对 所以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有几种不同的类型 不同难追的原因 我们今天来好好地剖析一下 顺便来看一下宇宙 它有没有对上 如果没有对上的话 我想待会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宇宙为什么这么难追 好 来 那我们来看第一个 事业心强 好 事业心强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 它的额头宽阔方正 宽阔方正 通常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三挺 它应该都是要平均的 那么请跟我借一下 你们的手指头 四肢就好 放到额头上面 四肢 对 通常我们的额头 要四肢 四肢宽 它是一个比较正常健康 而且比较能够在事业上面 可以好好发挥的额头 那如果女生的额头 刚好真的是四肢 甚至超过 已经到五肢的话 那么对你来说 一定要在事业上面 有一席之地 你才愿意去想下一步 要谈恋爱 要生小孩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的额头 非常宽阔方正 而且上面还油油发亮的话 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的 就叫做拼事业 所以在你很想努力 拼事业的当下 你会很想谈恋爱吗 当然就不会 所以一个漂亮的女强人 她一定有一个漂亮的额头 然后她就会有一个很难追的个性 好 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 第二个 好 冷静自持 冷静自持当然就代表 她可能是有点冰山美人 她可能对于追求 是有点距离的 我们来看一下 特色是什么呢 深眼窝 大眼睛 那深眼窝通常我们会在 欧美人士比较常看到 因为她眼窝比较深 然后或者是 但眼窝深的人 就可能化妆很好化 或者是她天生看起来 就很有异足 很有那种异国风情的美感 再加上眼睛很大 那就是水汪汪好迷人 可是这样的人 第一个她通常 清缘比较薄 她可能在六清缘分上面 是有点距离的 也许就是她从小 第一个很独立 第二个她不太需要别人 去帮忙她做什么 她自己就可以 为她自己争出一片天来 还有她不是一个 太热情的个性 她可能喜欢有点距离 如果你很想 赶快马上靠近她 她是会害怕的 所以如果你有这种 深眼窝大眼睛的朋友 你想要追她的话 你就真的不要 马上就这样 好像今天怎么样 然后你这样一下子 马上靠近她 她会很害怕 她就觉得 就把你列为拒绝往来户了 所以像这样的女生 她个性是比较淡薄一点 尤其对感情上面 所以你跟她要有点距离 慢慢地从朋友开始 会是一个比较好的策略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感情容易三角的关系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有感情的时候 这个名字其实是不能用的 但是如果要事业的话 是还可以用这个名字 当然要事业 要事业 要事业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名字的话 我会建议你 先以事业为主 感情就先别谈 如果你两者都要兼具的话 那就会辛苦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 第三个难追的就是天生标准高 天生标准高的话 我们看在哪边 它的天苍是开阔饱满的 好 天苍在哪边 借我一下 你的手指头摸到眼睛后面这边 眼睛后面这边 就叫做我们的天苍 好 天苍如果饱满的人 就是我们从正面 这样看过来的时候 这边是不会凹陷的 也不会有缺角 它这边是要有点弧度 是很顺的下来 你的脸型是很顺的下来 这边就叫做天苍 那么天苍饱满的人 他有个特色就叫做什么 他的原生家庭 一定是不错的条件 那甚至他的副职辈 愿意给他很好的经济生活 然后让他从小就是吃穿不愁 甚至可能很小就出国留学 或者是念私立学校 那在他的面前呢 他可能就觉得 其实这个 我觉得大家都用iPhone最新的 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不用送我iPhone 因为我家就很多 大概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你想用物质打动他 或者是想要豪华大餐打动他 那几乎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因为他原来的原生家庭 或是他原来的经济状态 就蛮好的 所以对他来说 你要想要打动他 就必须要有一些心灵上面的启发 你要先跟他当心灵的伴侣 一个soulmate 然后慢慢走进他的内心的时候 他看到你的灵魂之美 他才能够放下这些物质的条件 然后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所以这些漂亮的女生 她们有各自不好追的原因 那像我们美丽的宇宙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个很漂亮的颧骨 就是很可爱的苹果鸡 这个是真的 对 那这是真的 真的喔 对 还好你强调 不然想说 现在哪有这么完美的颧骨 对 是真的 没有强调 对 但是这个很漂亮的苹果鸡 代表什么 代表它对事情的掌控欲很强 对 颧骨 就代表拳的意思嘛 所以他对于很多事情 他并不喜欢假手他人 而且他很讨厌人家帮他做决定 他觉得呢 就是有些 他问别人都还是礼貌喔 因为其实他心里已经下好决定了 就是个参考 对 就是个参考 就我只是要得到你的 嗯跟好 我没有要让你去想的意思喔 对 所以这个颧骨高等 通常就比较难追 是因为他喜欢掌控全局 还有呢 你最好把最后的决定权交给他 他才会是一个开心的状态 如果你把什么都决定好了 他就会被送 你说 有没有人说你长得像何丽玲 有 有喔 对 我刚刚走近一看 老是觉得面熟面熟 走近一看真的 所以呢 真的想要追宇宙的男生 现在皮就绷紧一点 知道他为什么难追 我们要对症下药喔 嘿 对 好来我们今天现在来提到 美女的星座老师 当然要跟我们的帅哥星座老师 来友好的PK一下 切磋一下命理的专业 我们这边问一下宇宙 你想问今年的工作运如何 是不是 是 那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今年怎么了 今年 还不知道 但是有来这边 我觉得很开心 比较安心喔 所以想问今年 这个今年要开YT的频道 主题由宠物素食 小剧场不知道会不会有高人气 很广泛 来 我们问一下艾菲老师 如何从星盘看出 这个宇宙今年的工作运如何 我们教一下观众朋友 如何看一下今年的工作运的发展 那么要看今年的工作运 首先请观众朋友 看一下你星盘当中的木星的位置 那么大家就会问说 流年的木星怎么看 流年的木星请你对照 你星盘当中的这个双鱼座的位置 那么我们以赌龄哥的命盘来讲 你的赌龄哥的双鱼座落在六宫 所以流年的木星 就是落在这个赌龄哥六宫的位置 但是我觉得今年的这个木星的变化 会比较有趣 因为今年的木星 他在夏天的时候 大概就是五月份到六月份的时候 又会从双鱼座进入到牡羊座 所以今年的这个工作运的部分 观众朋友如果说 你很想要知道自己的变化的话 就要同时关注一下你的这个双鱼座 以及牡羊座的这个宫位 他就会影响到你今年的一个运势的变化 那么如果了解这个部分以后 我们就对照这个图表 来帮大家来解释一下 这个流年木星对于十二宫的这个 当年的工作运的预想究竟是如何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流年的木星在你的一四七十宫的话 那么会出现一个对于你今年的工作运 他会提起到一个提升的作用 并且能够做到启动的作用 他代表说能够在今年做一些新的事业 比如说你在今年就会想要开启一个新的计划 比如说你想开UT 或者说你想做一些这种新的尝试 UT是哪一台 YT 对你想做一些YT 的那个新的发展 就是会在流年木星在一四七十的时候 那么同时如果是说你在这个变化的话 也会得到加恩的支持 甚至会有一些升官的机会 那么如果说流年的木星 在你的二五八十一宫的话 那么他对于你今年的一个工作的变化 他能够起到一个扩大资源 并且做到累积的作用 那么就代表说你在今年的工作发展 特别适合累积财富 而且是发展副业 或者是说人脉通前脉 这代表说你善于经营人际关系 而且你会发展一些跟这个投资 有关的经营 这都是对于流年工作运的一个影响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流年的木星 占你的三六九十二宫 那么我们以赌龄哥的位置来讲 他的这个流年的木星 刚好是落在六宫 那么到夏天以后会进入到七宫 所以我们从这个图表来看的话 赌龄哥在今年现在的一个工作的一个部分 是属于一个筹备酝酿的阶段 并且做到检视的作用 所以你在今年 今年适合这个学习第二专长 并且有新同事 获得承接新的业务 或者到外地做发展 真的 有新同事吗 你好像是有 真的吗 而且你好像好几集都已经 有暗示叫我离开 你到底是想干什么 没有了 好 所以我觉得赌龄哥在现在的状况 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酝酿筹备跟检视 那么到了下半年以后 你就会有到这个部分 就是会启动新的事业 或者说你的新的事业 会获得家庵的支持 或伴侣的支持 或者说你有神管的机会 非常好 谢谢老师 那宇宙呢 它今年工作运如何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 这个星盘就是它的一个 星象的变化 我们看 榴年的五星 是落在第十二宫的位置 为什么怎么看 在这个位置 十二宫 那么到了夏天 它也是双鱼 对 那么到了夏天以后 它的木星就会进入到牡羊座 所以它等于说 它的工作运的变化 是从十二宫到一宫的位置 所以你现在正在做一些 检视的动作 比如说它来到我们节目 跟我们大家分享 它的过去 同时也在检视它的 现在以及它的未来 那么它刚刚所提到 它的新的事业 不管是宠物的 素食的 或者是说做一些小剧场 或者是做一些 其他的一些兴趣的拍摄 那个部分 它比较像是下半年的 一个年度计划 那个新的工作运的发展 比较配合流年木星的一个 星象的变化的运势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因为木星来到了牡羊座 它代表是说 是一种单打独斗的一个状况 所以是它的开创的一年 没有错 今年就是一个开创年 那么对于过去来讲 现在你正在做一个回顾 比如说你过去的经营 经验 到底什么样适合你 或什么样的发展 更适合 更能够获得网友的一个喜欢 那么你在整视你自己以后 你在酝酿一个新的出发 老师那我们可以看结果 还是说不用看结果 反正人生就是有出发就 一定能够到这个目的地 我必须说了 宇宙是一个百分之 九十九的事业型女生 百分之九十九的事业型 对 她把她的事业会看得 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她的第十宫里面 有两颗星星 分别是天王星跟海王星 是本身的本命的行星 这个部分代表说 她对事业的追求 是一个天生来的 天生就来的 那么流年的木星 她现在是流年的明王 现在这个位置 所以你是一个 想要成为一个经商型的女生 所以她是很努力的 是非常努力的 就是今年不发 明年发 反正她因为她够努力 总有成功的时候 对 她会要求自己能够成为 事业当中的女强人 如果要做这个网红 就要做最红的网红 而不是只是烂语冲书的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那头儿子新作米萨老师 是 宇宙的星盘在这边 老师有要补充什么吗 好啊 那如果以上生母羊座 我们说上生母羊座的运势 来说的话 其实我今年给他们的一个 关键字就是更新 我会建议 就像宇宙大刀阔斧的 就把之前已经不再适合的一些旧模式 做断舍离 那现在你要开始发动一些新的计划 那这个新的计划不是为做而做 是你要100%同意 你做起来的力道才会最大 那所以你做的这件事情 就是说 它不是为了你做素食好玩 你做宠物有趣来看你 它是为了看你来的 那种是最 流年木星第一宫的状态来说 它的力量会最大 对 个人魅力 那如果是以桃花来说的话 就是大家都追求你 但你都还好 那处于一个万人迷的状态 对 谢谢 值得期待 我觉得 是喔 对 新的一年就是要做 跟以往都不一样的事情 OK 加油 加油 来 但是说到宇宙 真的是蛮关心工作运的 那宇宙其实还为了工作运 改过两次议名 来 美女老师请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名字 在未来一个月 你能够追求到什么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倘若 明天我们要去野餐了 那现在有四种水果 哪一种水果呢 是你觉得你最想要带出门 享用的水果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苹果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橘子 其实觉得拿了就可以走了 再来第三个就是香蕉 香蕉更是我们每天都要补充的 常物就是说 每天都要吃一点香蕉 对身体挺好的 那再来第四个 结石雷雷的葡萄 正想带哪一个跟你一起出门呢 来 美女老师请 我们来看一下宇宙的名字 我们来看这是之前的名字 对不对 之前的名字我们常常讲 27话 27话的人怎么样孤独 孤僻 所以你以前会感觉自己有受委屈 但是改了这个名字之后呢 你开始可以接受别人的想法了 因为有这个的关系 十三话 但是这两个名字呢 如果感情上面就别谈了 但是如果事业的话 你因为这个是你的艺名嘛 身份证没有改的话 那就没有关系 你就好好的充你的事业 但是就是说 这个名字之后你比较开心 宇宙之后 是 有比较开心 是 整个人开朗起来 整个开心了 但是还是要注意 因为这个第一个21话 我们讲过 感情容易三角关系 所以如果说 你想要有感情的时候 这个名字其实是不能用的 但是如果要事业的话 是还可以用这个名字 那当然要事业 要事业 要事业 所以你如果用这个名字的话 我会建议你 先以事业为主 感情就先别谈 如果你两者都要兼具的话 那就会辛苦了 这样懂吗 懂 老师那哪些姓名笔画的人 2022年的工作机会 会非常多 好 我们来看 哪些姓名笔画人 2022年的工作机会会非常多 我们只要看到运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个一定是走出生的名字 来 我们看 这个笔画出来了 天格 我们看天格 我们这个一定要看出生 所以宇宙你自己算一下 你出生的名字 好 我们天格的话 就是我们的性加一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天格有八画 十一画 十二画 十七画的人 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今年呢 他的能力是强的 因为你刚好走到了这个 人生的一个转类点 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 都在刚好在转变 我们开始在转智能的时候 如果你刚好天格 是碰到这个的话 所以我们恭喜你 你必须去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像这个八画 就像我们姓吴的 姓何的 姓李的 都是这个笔画 那像这个就姓张的 姓张的就这个 所以我们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今年你必须要有 重新的新思维 如果你没有新思维 你还是旧思维 然后一直每天在那边烦恼说 哎呀 现在景气不好怎么办 我店开不了了怎么办 那这样子你就会不好 所以这个代表说 你必须去重新出发 而且必须要有一个新思维 如果你缺资金的话 因为天格代表 我们的掌上贵人 也代表说 你即将会有一些大的体系 可以做合作 你知道很多人 他可能自己能力很强 而且我这个东西 已经是做了几年成熟了 但是我就是缺一个资金 或是我缺一个通路 这个呢 恭喜你 你可以去找大的通路 或者是年纪比较大的 或者是比较大的企业来投资你 或者是跟人家合并就好 现在我们不一定说 一定要需要我自己拿资金来投资 我有我的专业技术 独立你的平台很大 你通路很大 那我们两个来做结合 这样就一样是可以很快速地完成 所以今年是属于能力强的一年 所以你必须要改变新思维 只要你能够改变新思维 今年肯定是非常好的一年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这个运气好的 运气好的呢 这个就是我们看我们的总格 总格就是我们三个字加起来 如果是两个字的话 就两个字加起来的总格 当你的总格有21话 29话 30话 39话的人 有这些笔画的人呢 今年是属于外援 什么叫外援呢 你知道现在很多疫情 很多人就开始关起来了 关起来之后 是不是很多都是用这些什么 或者是在跟国外在视频 或者是可以接台湾的生意 或者是很多人就开始会 比如说他会移居 可能我本来住在台北的 我可能移居到台中的 或者是我移居到哪里了 或者是说 这个是往外的贵人 这个是会有外来的贵人 外来的贵人呢 因为现在疫情大家都关起来 你会觉得说 那我又没有办法出门 怎么拿来的外来贵人呢 那就靠什么 靠媒体 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知媒体吗 那也有很多人可能 你研发了一个什么东西 罗斯玛或者什么 你都可以上网去看看 可以让海外来看见 或者是去参展 或者是呢 这个代表说 会有很多外来的贵人 像朵林你39就有了 39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这些笔画的人 我会建议要多出门 如果即使你没 真的 蛮想移民什么玉山啊 很好 我们就是往山上走 很好 这必须的 这个是因为现在疫情 我们没有办法出去 但是不可能说 永远都是疫情 对 如果说当今年有开放的时候 我会建议你往外走 而且我们往外走 也不一定说 我们一定要出国 那就是说离开家门 就是算了 是 我们一定要出去找贵人 一定要去跟人家互动 你就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思维进来 那如果说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是刚好天格 你又对到总格的话 那我们要恭喜你 这个天格是不是在 转换你能力的时候 转换你的跑道 那你转换跑道的时候 这个又有贵人来相助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水到渠成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你又关在家里的话 又在那边自怨自联 那就是不行了 所以一定要往外求救 那像这个 我们总格这个呢 代表说 今年都是属于外来的贵人 所以一定要多去 跟人家互动 我们如果没有出去的话 其实很简单 我们把电 那个手机打开 我们以前曾经帮过我们的 或是我们曾经帮过人家的 或是我们有一些人 他现在做得很好的 我们可以跟人家联系联系 或许会搭上线 所以如果你只要懂得 找贵人的话 其实今年还是非常的旺的 谢谢老师 来来来 苏文老师给我们 《易经塔罗》占谱 未来一个月 我能够追求到什么 来 好 未来的一个月呢 也是充满挑战的一个月 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在未来一个月 你能够追求到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下 倘若 明天我们要去野餐啦 那现在有四种水果 哪一种水果呢 是你觉得你最想要带出门 享用的水果 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苹果 然后随随平安 那么带出去呢 感觉维他命也非常的丰富 而且好像很好携带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橘子 橘子觉得拿了就可以走了 然后也方便 好像也不用特别的要去销啊 是不是也很适合野餐呢 那么再来第三个就是香蕉 香蕉更是我们每天都要补充的藏 我们就说每天都要吃一点香蕉 对身体挺好的 那你喜不喜欢香蕉呢 那再来第四个 结实累累的葡萄 那么这个葡萄呢 带出去野餐你一颗我一颗 大家一起分享感情比较好哦 好那么呢 现在有这四种水果 苹果 橘子 香蕉 葡萄 请问如果明天就要野餐了 你最想带哪一个跟你一起出门呢 好来 我们就来请米莎老师 米莎老师 橘子 你最想选的是橘子 方便 方便 真的 好 也不会坏 碰到不会坏 宇宙 你会选香蕉 你会选香蕉 对 他也很方便啊 葡萄哥 你笑得好可爱 对啊 葡萄哥 我们是健康的测验 有在健身啦 要补充一点香蕉 对 要YT 对 要YT 好 美莎老师 我是个懒人 我也是选橘子 也是选橘子 加码橘子 我大家都选橘子 是哦 我选葡萄 很好 刚好麻烦 因为没成熟是 不是 你在家洗好的带去啊 我们第一个呢 就来看一下我们的橘子 来看一下老师选的 橘子的恭喜你 会追求到你的事业上的贵人 那这个是我们的风雷意 风雷意它有一种叫做退让的意思 代表是说 如果你可以在事业上面 稍微退让让一点锋芒 或者是分一点利益给人家 让人家知道你想合作得澄清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就很容易得到事业上面的贵人 也就是说我们用小力换大力 那这个对你来说呢 也许在下半年 不管是在下个月或在下半年 都能够在你的事业上面 有长足的发展 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观众朋友选的是苹果 平平安安红苹果的话 你在这个可以得到的就是感情满盈 那么第三签它有一点代表是说 也许在前一阵子啊 你们两个有点小口角 或是你们两个呢 在前一阵子对于一些价值观 或者是事情意见上面 是有碰撞的 可是在这个月呢 你发现其实好好的跟她聊一聊 她也是挺可爱的啊 不要吵了嘛 床头吵 床尾盒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是选到这个 反而在感情会有长足的进展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香蕉的部分 香蕉的我们会在哪里得到 这个长足的进展呢 也就是你的心灵会比较安定了 所以就是说你在前面呢 或者在你的前一个月 可能急急盈盈的 你很想做些什么 你很想突破什么 你很想要创造出一番什么新的口碑 或者是新的进展 可是后来你发现呢 这些努力啊 好像该是停下来 检视一下自己的时候了 只有你的心灵安定 只有你的心情是稳定的 你才有办法知道 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 所以选香蕉的人呢 也就是我们美少女 在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是你要 停下来去思考 我们下一个月或者是呢 停下来问我的心 我想要什么 我能够怎么样做 是让我自己最快乐的 停下来比较快 其实是这样的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 结实累累的赌铃哥 葡萄哥哥 恭喜万事顺行 真的 如果是观众朋友选到的 也非常恭喜你 在未来的这一个月呢 不管你要做什么都顺心如意 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谢谢天仙女 谢谢董营哥 谢谢小铃 拜拜